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陪你吃晚饭了 一些小事而已 不用担心 今晚先让周岩送你回家 那家餐厅的预约我改到了周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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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家了 你准备休息了吗 是什么和森林有关的节目吗 是吗 还有这样的纪录片 能让你看到这么晚的节目 应该很不错 嗯 还算顺利 餐厅的后街有一间卖香轩蜡烛的小店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这个周末 我们可以去那里选一些 除了 好 小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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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和你一起的 只不过煮了锅热红酒的时间 我和小姑娘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冷吗 那为了保证这份公平 我应该要回一份谢礼 不知道这样够不够 这样暖得更快一些 温了不少时间 现在喝应该正好 有些可以 慢慢走 原来之前没找到你的时候 你是在阁楼上准备这些 很漂亮的蛋糕 看上去应该也会很美味 你说这只棕色的奶油小熊是我 那我这样笑起来 那我这样笑起来会不会更像一点 不过我想如果是我的话 会在旁边 会在旁边用白色奶油 再加上一只小兔子 即便是在生日蛋糕上的我 也希望能够看上去的视频 看上去的那只好看上去 我应该没见过它能够打开的那把锁 你说它会通往一个我绝对猜不到的地方 那我得好好想想吧 难道是 一座树屋 看你的表情 我应该猜对了 不 这次我没有用天赋作弊 我只是突然觉得 也许可以试着猜一些 从前的我真的想要的东西 谢谢你为从前的我 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愿望 也让现在的我 能够坦然地告诉你我的愿望 怎么了 我没有出神 只是在想 你做这个蛋糕用了多久 要从蛋糕的设计草图开始 一直到最后制作时的奶油与装饰 你应该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思吧 下一次你生日的时候 换我来为你做一个吧 当然 说话算话 要拉个勾吗 那就说好了 在之后的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节日 我们都会一起度过 你是谁 不论是谁 你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生日蛋糕 你怎么知道 不 我不过生日 你要做什么 有血迹 可能是刚刚的试炼里沾上的 你没有被我吓到吗 为什么还不离开 不给我过完生日就不走 你不知道 要是你被发现的话 会很危险吗 你从很远的地方来 就为了给我过这个生日 好吧 那我答应你过这个生日 我知道了 我会笑的 这是什么 人们庆祝生日时 会戴的墨镜 我的脸上 应该还有些血污 会弄脏他的 为什么看着我 笑得这么开心 从很远的地方来 又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只是因为见到了我吗 我没有害羞 也不是看到你不高兴 你生气了吗 我只是 好吧 我这样看着你笑 会让你和刚刚 一样开心一点吗 为什么突然戳我的脸颊 这个动作 也是人们庆祝生日时 会做的吗 怎么了 为什么要我靠近一点 是因为觉得我 可爱 你的用词好奇怪 在你之前 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形容我 怎么还是一直看着我 是还想戳另一边的脸吗 嗯 你的眼神太直白 也太好读懂了 那你戳吧 嗯 没关系 也不用那么收着力的 那现在 两边脸颊你都戳完了 作为交换 可不可以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也 会再来吗 那就约定好了 下一次 在一个更好一点的地方 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